我们来看一个拯救者机器上的硬盘 这是三星的PM9A1 电脑在购入三个月 使用过程中突然死机重启后找不到硬盘 短阶可以进到工厂模式 看到一个1G的LOOM 电脑购入三个月 突然死机找不到硬盘 这么快就炸了吗 质保期都还没过哦 可以看到这个硬盘上 生产日期是23年39周 非常的新啊 好消息是这块硬盘 它终于不带黑胶了 坏消息是短阶进到一个LOOM模式 所以这块硬盘它有可能是掉固件的 因为这名机组他经常看我的视频 所以很快学会了如何判断是不是掉固件 这是当时他给我的截图 他期待我再站三星不翻车见你吉言 刚才我是简单检查了一下 这块硬盘到我手上的时候 测试时跟他描述的故障有一点出入 我们来看一下 它目前是成一个短路状态的 当时我简单检查了一遍以后就马上联系了对方 因为目前故障改变了 硬盘贴纸还是完好的 本来对方还想着把资料取取完以后再拿回去保修的 结果现在就变成了我的素材 对方也答应我去干它 以后出现这种情况 千万不要说是在我视频上看到并学习的 我这边短接测试基本上是不会造成短路的 因为我在视频上是拿着镊子去短接后面这两个孔直接插进去的 而他是拿着导线直连过去的 所以不排除导线还误触了其他地方 导致硬盘也一起短路了 他这是要考验我的能力吗 给我增加难度是吧 咱们打开这个赛博照妖镜 让短路现行 好像这一次的短路还看不见哦 这是什么情况吗 难道是保护隔离管挂了 现在我又把这一个硬盘的上衣给它脱掉了 很可惜 依旧是看不到短路点的 那只能按照三把斧了 咱们把周围这些供电给它测量一遍 排查一下问题 我们先来看一下事故多发地保护隔离管 能不能给我带来什么惊喜 直接测量这个电容就可以了 好像没有惊喜 组织是正常的 那就继续测量一下周围这些供电吧 这个电感对地正常 这边也正常 这个正常 电感这边测量了一圈 看似没啥问题 这些电感对地组织都是正常的情况下 那就证明后级输出是没有毛病的 所以我们还要挽回测 再挽回测量的话 就是3.3V这一部分输入了 看到这一条又黑又粗的线没有 从这里就是它的输入端 这边绕了一个大圈才到这一个电源芯片的 刚才我又详细测量了几十分钟 终于找到问题所在了 我们直接来看这一个电容 可以看到这一个绿波电容 它的对地组织只有9点多欧 另外 这一边 也是一样的 那这些绿波电容具体是哪一个在短路呢 我也不知道啊 现在我也不想知道 反正它们在一起就是蛇鼠一窝 而且又是在同一片区域里面的 所以最保险的方式就是把它们全部拆掉 这些电容具体是哪一个在短路呢 我们来逐一靠问 一点就点到了 这一个是短路的 看下一个 这一个应该没有 这个也没有 好的 只有这一个电容是短路的 这一边的电容拆完以后 组织也轻松恢复了 我们再上电看看 好像电流跑不上来了 估计它这一个电源芯片也挂了 那没关系 咱们继续给它换一个电源芯片上来 我们直接从料把上面拆 考虑到它可能后续还需要使用 毕竟这个硬盘也就用了三个月 咱们再把这几个电容也给它补一下 先把这一个电源芯片给它摆好 然后再倒电容 现在上电电流是可以跑上来了 现在上机还是没反应啊 咱们短接试一下 好的 短接识别易居 现在应该是刚好恢复到了它的原始故障 刚才我又重新测量了一遍 我发现这个电感它是没有电压输出的 其他地方都已经恢复正常了 这是颗粒的主供电 如果这里没有电压 那硬盘肯定是不会工作的 因为这个电源芯片是从我的料板上面拆的 料板上面拆到坏的芯片这也并不奇怪啊 但我并不急着马上去更换它 现在这一个电感我已经给它拆掉了 果然是料板的这一个电源芯片有问题 我拆完电感还是没有电压产生 那没办法 我们只好再给它换一个了 这一块料板是包好的 电源芯片刚才我也测量过了 电压是全部正常的 我们再把这个给它换上去 现在另一块料板上的电源芯片 我又给它换上来了 结果还是没有电压产生的 然后我把它可能认为有问题的 这个电源芯片 给它安装到了我这个料板上面 结果它的电压就产生了 所以问题又回到了这个主板身上 根据以上的条件判断 有大概率还是主板出问题了 具体原因嘛 我也不清楚 知道也不能怎么样啊 解决问题才是关键 现在我又给它准备了一个全新的9A1料板 9A1料板我这边还是准备了挺多的 不过这个料板换完以后 就真的只能提取数据 要想再次使用也不太现实 就像平常熟悉的泡水车一样啊 我这边换料板只是单纯为了提取数据 一般情况下能不动颗粒的 我还是尽量不要动 它原来主板上的这些芯片 我已经全部给它拆完了 为了证明我的判断是准确的 我们再来量一下这边的电压 好的 这一个电压依旧是无法产生的 可以安心更换料板了 好的 硬盘现在上机识别是没问题了 我们用工具检查一下 还好这块盘它是不带这个加密的 硬盘的通电次数235次 通电时间刚好过板 这个完全可以说是日常轻度使用了 另外我也注意到 这块盘依旧是出现了非常经典的01事件 这个估计是在坏掉之前就已经出现了 因为这个数值累积的已经非常大了 但是这块硬盘是怎么导致这个电路也一起损坏的呢 我也是一头雾水啊 反正现在资料能出来就好 现在三月份已经快过完了 QLC硬盘测试这边目前存活的还剩这几块 另外最抽象的一幕出现了 姿态这边在三月中的时候 已经是掉到零了 这个健康度 现在写了800多T 健康度反而还涨了回去 当然这个仅供参考 也有可能是这个Smart表出现bug了 这批料板基本上都写入标称量的一倍以上了 当然这一块三星的除外 如果这些硬盘在过完三月以后 还是没有出现故障的情况下 我们就让它休息一下吧 是 because 中文字幕——YK